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朗读的文章是《老夫老妻》,作者冯继才 为我们唱一支末年的歌吧 他俩又吵架了 年近七十的老夫老妻相依为命地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 也吵吵打打地一起度过了四十多年 一辈子里大大小小的架谁也记不得打了多少次 但是不管打得如何热闹 最多不过两小时就能恢复和好 好的像从没吵架一样 他俩仿佛两杯水倒在一起 怎么也分不开 吵架就像是在水面上滑道 无论滑得多深 转眼连条痕迹也不会留下 可是今天的架打得空前厉害 起因却很平常 就像大多数夫妻日常吵架那样 往往是从不值一提的小事上开始的 不过是老婆把饭烧好了 老头还趴在桌上捅烟嘴 弄得纸块呀 碎布条呀 沾着烟油子的纸鸟呀 满桌子都是 老婆催他收拾桌子 老头偏偏不肯动 老婆便像一般老太太们那样 叨叨起来 老婆们的唠唠叨叨是通向老头们 肝脏里的导火线 不一会儿就把老头的肝火引着了 两人互相顶嘴 翻起对方多年来一系列过失的老账 话越说越狠 老婆气得上了一把夺去烟嘴 塞在自己的衣兜里 惹得老头一怒之下 把烟盒扔在地上 还嫌不解气 手一撩又将烟灰缸打落地上 老婆则更不肯罢休 用那嘶哑干巴巴的声音说 你摔呀 把茶壶也摔了 才算有本事呢 老头听了 竟像海豚那样 从座椅上直窜起来 还真的抓起桌上 漆满热茶的大瓷壶 用力啪地摔在地上 老婆吓得一声尖叫 看着满地碎石片 和溅在四处的水渍 直气地 看得老年而松弛下来的 两颊的肉猛烈颤抖起来 冲着老头大叫 离婚 马上离婚 这是他俩 还年轻时 每次吵架吵到高潮 他必喊出来的一句话 这句话 头几次曾把对方的火气压下去 后来由于总不对线 便失效了 但他还是这么喊 不知是一时为了表示自己 胜怒已急 还是迷信这句话 最具有威胁性 60岁以后 他就不知不觉地不再喊这句话了 今天又喊出来 可见 他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 同样的怒火 在老头的心里撞着 就像被斗牛市手中的红布 刺激得发狂的牛 在看齿里胡闯乱撞 只见他嘴里 一边像火车喷气那样 不断发出呼呼的声音 一边急速而无目的地 在屋子中间转着圈 转了两圈站住 转过身 又反方向地转了两圈 然后冲到门口 猛拉开门跑出去 还使劲啪的一声带上门 好似从此一去就再不回来 老婆火气消了 站在原处 面对空空的屋子 还在不住地发出骂声 骂了一阵子他累了 歪在床上 一种伤心和委屈爬上心头 他想 要不是自己年轻的时候 得了长截盒那场病 他会有孩子的 有了孩子 他可以同孩子住去 何必跟着越老越执拗 越急躁 越混账的老东西生气 可是现在 只得整天和他在一起 再见他 给他做饭 连饭碗茶水 烟缸都要送到他跟前 还得看着他对自己耍脾气 他想得心里酸不溜丢 几滴老泪 从布满一圈细皱的 眼眶里溢出来 过了很长时间 墙上的挂钟 当当响起来 已经八点钟了 他们这场假 正好打过了两个小时 不知为什么 他们每次打架后 两个小时 心情就非常准时地发生变化 好像大自然的节气 近七九 风冻河面的冰片 就要化开那样 刚刚掀起大波大蓝的心情 渐渐平息下来 变成浅浅的水纹一般 他耳边又想起刚才打架时 自己朝老头子喊的话 离婚 马上离婚 他忽然觉得 这话又荒唐又好笑 哪有快七十的老夫老妻 还打离婚的 他不禁扑吃一下笑出来 这一笑 他心里一点褶皱也没了 连一点点怒意 埋怨和委屈的心情 也都没了 他开始感到屋里空荡荡的 还有一种如同激战过后的 战地那样出奇的安静 静得叫人别扭 空虚 没招没落的 于是 回忆变悄悄的 寝进他的心中 他想 俩人一辈子 什么危险疾难的事 都经受过了 像刚才那么点小事 还值得吵闹吗 他每次吵过架 冷静下来时 都会要想到这句话 可是老头总该回来了 他们以前吵架 他也跑出去过 但总是一个小时左右 就悄悄回来了 但现在已经两个小时 仍没回来 他又没吃晚饭 会跑到哪儿去呢 外面正下大雪 老头没戴帽子 没围围巾就跑了 外面低又滑 瞧他临出门时 气冲冲的样子 别不留神 摔倒摔坏吧 想到这儿 他竟在屋里待不住了 用手背 揉揉泪水干后 皱巴巴的眼皮 起身穿上外衣 从门后的挂衣钩上 摘下老头的围巾 棉帽 走出房子去了 雪下得正紧 积雪没过脚面 他左右看看 便向东边走去 因为每天早上 他俩散步 就先向东走 绕一圈 再从西边 慢慢走回家 叶色并不太暗 雪是叶的对比色 好像有人用一支大笔 占足了白颜色 把所有树木 都复勾一遍 使婆娑的树影 在叶木上白融融 远远近近 重重叠叠地 显现出来 雪 还是路面变厚了 变软了 变美了 在路灯的灰映下 繁密的大片大片的雪花 纷纷而落 晶晶晶晶晶地闪着光 悄无声息地 佳农他对世间万物的渲染 他还有种潮湿 而又轻烈的气息 有种踏上去清晰悦耳的 咯吱咯吱声 特别是当失血蹭过脸颊时 别有一种痒 又凉又舒服的感觉 于是 这普普通通早已看惯了的世界 金客变得熊魂 静慕高洁 充满活鲜鲜的生气了 他一看这雪景 突然想到他和老头的一件遥远的往事 五十年前 他和他都是不到二十岁的欢蹦乱跳的青年 在同一个大学读书 老头那时可是个有魅力 精力又充沛的小伙子 喜欢打排球 唱歌 演戏 在学生中属于新派 思想很激进 他不知道是因为喜欢他 接近他 自己的思想也变得激进起来 还是由于他俩的思想常常发生共鸣 才接近他 喜欢他的 他们在一个学生剧团 他的舞跳得十分出众 每次排戏回家晚些 他都顺路送他回家 他俩一向说得来 渐渐却感到在大庭广众中间 有说有笑 在俩人回家的路上 反而没话可说了 两人默默地走 路显得分外长 只有脚步声 那是一种甜蜜的尴尬呀 他记得那天也是下着大雪 两人踩着雪走 也是晚上八点来钟 他从多少天对他的种种感觉中 已经又担心又期待地 预感到他这天要表示些什么了 在沿着河边的那段宁静的路上 他突然仿佛抑制不住地 把他拉到怀里去 他猛地推开它 气得大把大把抓起地上的雪 朝他扔去 他呢竟然像傻子一样 一动不动 任他用雪打在身上 只打得他浑身上下 像一个雪人 他打着打着 忽然停住了 呆呆看了他片刻 忽然不像他身上 他感到 他有种火烫般的激情 透过身上厚厚的雪 传到他身上 他们的热恋就这样开始了 从一场奇策的战斗开始的 多少年来 这桩饰就像一张画那样 分外清晰 而又分外美丽地 收藏在他心底 每逢下雪天 他就不免想起 这桩最新的往事 年轻时 他几乎一见到雪 就想到这事 中年之后 他只是偶然想起 并对他提起 他听了都会会议一笑 随即两人都沉默片刻 好像都在重温旧梦 自从他们步入风烛残年 即使下雪天气 也很少想起这桩饰 是不是一生中 经历的事太多了 积累起来就过于沉重 把这桩饰压在底下 拿不出来了 但为什么今天 他却一下子又跑到眼前 分外新鲜 而又有力地 来撞他的心 现在他老了 与那个时代 相隔半个世纪了 时光虽然依旧 带着他往前走 却也把他们的精力 消耗得快要枯竭了 他那一双 曾经蹦蹦跳跳 多么有劲的腿 如今僵硬而无力 常年的风湿病 使他的漆头 总往前驱着 雨雪天气里 就隐隐发痛 此刻在雪地里 每一步踩下去 都是颤巍巍的 每一步抬起来 都费力难拔 一不小心 他滑倒了 多亏地上 是又厚又软的雪 他把手插进雪里 撑住地面 艰难地爬起来 就在这一瞬间 他又想起 另一桩往事 啊 那时他俩刚结婚 一天晚上 去平安影院 看桌边林的 《摩登时代》 他们走进影院时 天空阴沉沉的 散场出来时 一片洁白 雪还下着 那时 他们正陶醉在 新婚的快乐里 内心的幸福 使他们把贫穷的 日子 过得充满诗意 瞧那风里飞舞的雪花 也好像在为他们助兴 满地的白雪 如同他们心境那样 纯洁明快 他们走着走着 又说又笑 跟着高兴地跑起来 但他脚下一滑 跌在雪地里 他跑过来 伸给他一只手 要拉他起来 他却 一打他的手 去 谁要你来拉 他的性格和他一样 有股倔劲 他一跃就站了起来 那时是多么轻快啊 像小鹿一般 而现在的他 又是那么艰难呀 像摔老的老马一般 他多么希望身边有一只手 希望老头在他身边 虽然老头也老而无力了 一只手拉不动他 要用一双手 才能把他拉起来 那也好 总比孤孤单单一个人好 他想到楼上邻居老里头 老伴死了 尽管有个女儿 婚后还同他住在一起 但平时女儿女婿都上班 家里只剩李老头一人 星期天女儿女婿 带着孩子出去玩 家里依旧剩老里头一人 年轻人和老年人 总是有距离的 年轻人应该和年轻人 在一起玩 老人得有老人为伴 真幸运 他这么老 还有个老伴 四十多年如同行影 紧紧相随 尽管老头爱急躁 又固执 不大讲卫生 心也不细 等等 却不失为一个正派的人 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的 损人利己的 不光彩的事 在那道德沦丧的岁月里 他也没丢弃过自己 奉行的做人原则 他迷恋自己的电器 传动专业 不大顾及家里的事 如今年老退休 还不时跑到原先那研究所 去问问 看看 说说 好像那里有什么事 与他永远也无法了结 他还喜欢老头的性格 真正的男子气派 一副正直肠子 不懂得与人既仇既恨 粗心不是缺陷 粗线条才使他更富有男子气 他预想老头似乎就越可爱了 两个小时前 能够一样样指出来 几乎无法忍受的老头的可恨之处 也不知都跑到哪去了 此刻他只担心老头 血液外出会遇到什么事情 他找不着老头 这担心就渐渐加重 如果他的生活里真丢了老头 会变成什么样子 多少年来 尽管老头 夜里如雷一般的憨声 常常把他吵醒 但只要老头出差去外地 身边没有憨声 他反而睡不着觉 仿佛世界空了一大半 想到这里 他就有一种 马上把老头找到身边的 极渴的心情 他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 大概快有十点钟了 街上没什么人 老头仍不见 雪却熙熙落落地下小了 他两脚在雪里冻得生疼 膝头更疼 步子都迈不动了 只有先回去了 看看老头是否已经回家了 他往家里走 快到家时 他远远看见 自己家的灯亮着 灯光射出 有两块橘黄色窗形的光 投落在屋外的雪地上 他心里砰的一跳 是不是老头回来了 他又想 是他刚才临出门时 慌慌张张忘记关灯了 还是老头回家后打开的灯 走到家门口 他发现有一串清晰的脚印 从西边而来 一直拐向他楼前的台阶 这是老头的吧 跟着他又疑惑 这是楼上邻居的脚印 他走到这脚印前 弯下腰仔细地看 这脚印不大不小 留在他的深深的雪窝里 他却怎么也辨认不出 是不是老头的脚印 天呀 他想 我真糊涂 跟他生活一辈子 怎么连他的脚印都认不出来呢 他摇摇头 走上台阶打开楼门 当将要推开屋门时 心里默默念叨着 愿我的老头就在屋里 这心情 只有在他们五十年前约会时才有过 初春时曾经辽薄人心的劲儿 深秋里竟又感受到了 屋门推开了 啊 老头正坐在桌前抽烟 地上的瓷片都扫干净了 炉火显然给老头捅过 呼呼烧得正旺 顿时有股甜美而温暖的气息 把他冻得发僵的身子 一下子紧紧地掘住 他还看见 桌上放着两杯茶 一杯放在老头跟前 一杯放在桌子另一边 自然是针给他的 老头见他进来 抬起眼看他一下 跟着又温顺地垂下眼皮 在这眼皮一抬一锤之间 闪出一种羞涩的 发炯 歉意的目光 每次他俩闹过一场之后 老头眼里都会流露出这种光 在夫妻之间 打过架又言归于好 来得分外快活的时刻里 这目光给他一种说不出的安慰 他站着 好像忽然想到什么 伸手从衣兜里 摸出刚才夺走的烟嘴 走过去 放在老头跟前 一时他鼻子一酸 想掉泪 但他给自己的倔劲 抑制住了 什么话也没说 赶紧去给空着肚子的老头 热菜热饭 还煎上两个鸡蛋 感谢观看